打工安稳一辈子 每个月定定有良出 这样下去 我做打工皇帝也是很OK的嘛 人人都做到打工皇帝咩 当年马云像里江 现在就没有阿里巴巴啦 哎呀 像怎样 很多打工族都说 工作了那么多年 加薪都还追不上童话膨胀 到底是不是不投资 就无法累计财富呢 老师我想问一下 有没有一些最方便 最直接的投资方式 其实不投资真的是 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为什么现在我们发现到 就是说通货膨胀 其实来得比我们很多时候 一个基本的储蓄的回报率来得高 所以如果你不投资 你就有一个绝对的一个风险 就是通货膨胀的一个风险 所以这个投资是一个 必然要每个人都要学习的 在这个当下的这个社会里面 可是投资对于这个打工一株来说呢 我认为最有效的是这样子 因为打工一株基本上就是 收入是稳定固定的 每个月拿到收入嘛 对不对 所以他们的投资跟储蓄 我认为他们也应该就是固定的 每一个月的波出 可能10% 20% 30% 40% 就是固定的去做投资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在投资里面 这个固定长期去做的一个投资 是最好分散风险的其中一个策略来的 OK 当然如果他们又可以把每一年收入增加的这个比例 也纳入这个储蓄率的增长的比例 这个会更加的好 哦 这样子算不算是一个前升前的方式 绝对是这样子 所以我时常我曾经就有做过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分析 我就说如果说一个可能一个细烟的一个人 他可能细烟细了30年 他可能分分钟细掉这个100万 哎为什么会这样多呢 其实是因为 是因为如果说香烟的这个这个通货膨胀 就是这个这个增加的这个价格 每年以8%到10%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情况之下 然后如果你把这个钱啊不是拿来抽烟花掉 而你是把这个钱是用在储蓄投资 回报利益有8到10%的话 如果你是从300块钱开始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达到100万在30年里面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长期的有纪律性的去做投资 去做这个储蓄的这个部分 其实总结来说呢 工作只是会带给你稳定的收入 要增加你的财富的话 你就必须要学会投资 可是投资也有很多方法 怎么样用最正确的方法来投资 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今天谢谢老师跟我们的分享 我们下回再见 人生最惨的是人不在了 钱钱还没花完 退休金够不够呢 我上有父母下有儿女 你这样不是想太多咯 你没有听过留爱不留债咩 这样好像有道理哦 这样好像有道理哦 我去做这些字幕 也在想太多咯 你再说一下 你这些人 你怎么不在了 你怎么不在了